Hello 大家好 我們來到了南故宮 這是第一次來 蠻有趣的 這次來到南故宮 它還是有一個佛陀形象展 那等一下我有機會的話 裡面如果內部可以拍的話 我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它的佛陀形象展是什麼 這是南故宮曾經是台灣的一個意象展 有人到了 佛陀形象展 我們一起進來看一下 這應該是很早期的 佛塔南 這是對的 像水 水 對這個字念水 印度的紅沙眼 可能是那個 蜜的 蜜的 就是佛塔 蜜的蜜 之前在北故宮有看過 哦,這個應該是 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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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秘宗的 金刚部位西藏 哇你看 带大家一起欣赏 大日如来三尊相 金刚种词 今天真的很特别 金刚手四壁观音 这边有一尊牵手观音 看到了吗 是在云南大理国 西元三百七十四到一百一千两百五十四 西元十一世纪末的珍宝 哇好大呀 二十四壁观音 明朝的作品 西元十六十七世纪 能够保存资金都很不简单 好几百年了 也写的是米拉日巴 应该不觉得 应该不计计的日巴不是同一个啊 你看 嗯 葬式的西藏的一种佛塔里面供的是白玉无量寿佛 清朝的作品 漂亮 你看 一种佛塔 一种佛塔 清松石 清金石 珊瑚白玉碧玉 神月到黑田 上面拿的是一颗圆宝哟 汉式廷格佛坎 就是里面可以放佛像的 哇上面都是佛菩萨 就是转轮圣王七宝 七宝 转软圣王七宝 七宝 清朝的 这个 第一个一用的才是 二财政宝 是这个 三 后非 好 哦 七正宝 七正宝象征着修行者克服一切障碍的能力 在密教宪曼陀罗的仪式中就包含了七正宝 这个是西元645名克省米尔的作佛 这一件呢是属于复制品 你可以看到作佛上面的手印 这一尊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弥勒菩萨高110公分 你们看一下这个是缅甸字体巴黎文背叶金 在这个叶片上面有它的文字 应该是没有办法看懂很正常 那时候还可以找到这样的遗迹 真的很厉害 这个是大方广佛华严经 北宋期间腾出来的一个作品 光明绝品第九 他现在目前放上来的三照沙门 十亿难脱心意 二十 世尊从两竹轮下放百亿光照明 此三千大千世界 百亿严福提 百亿佛婆提 百亿取耶 哇下面的字已经不会念了 感尴尬 回去查一下吧 看一下尼波尔的一些菩萨的立像 看到尼波尔的弥勒菩萨 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吧 这些都是弥勒菩萨 莲花手菩萨 莲花手菩萨 这个也是尼勒菩萨 菩萨的堪相 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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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音像唐朝的 观音菩萨三尊像水朝的 菩萨立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在北齐 西元六世纪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菩萨的头 当时战乱 如果留到今天也是很简单 这是尼勒菩萨 这个是在巴基斯坦的地方西元一世纪 那真的是古迹 那怎么可能一世纪就有这样的雕刻作品 好厉害啊 一世纪的人类就长这样了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一下云南这边大理国的观音 大概出土都是从十世纪到十二世纪 你看这种观音异常观音菩萨 这是辽国的观音菩萨像 我觉得考古学家很厉害啊 你怎么都知道出土的他的时间 明朝的观音菩萨 颂子观音哇 我领我县明朝的观音菩萨像 这是明朝的菩萨头像 这是明朝的菩萨头像 这是当地印度扎斯普隆文教的神像 施伯神 柬埔寨的作品 柬埔寨的作品 镀尔坦萨 杜尔坎沙摩尔 杜尔坎沙摩尔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辽经彩词过去的七佛 十八世纪青朝的作品 过去七佛指的是释迦牟尼佛 还有在之前 释迦牟尼佛之前就成佛悟道的七尊佛 过去七佛 皮博师佛 师器佛 皮色佛佛 居留顺佛 居纳 释迦牟尼佛 茄叶佛 以及第七尊释迦牟尼佛 各有七尊 看到了这个应该就知道了 释迦牟尼佛当初出生的时候 很经典的一个动作 但是这那个最酷的 当时的翻译就是天上地下为我独尊 但是在佛圣中上品华语里面的翻译就不是这样了 下次有机会的话 再告诉大家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乾隆时期的这一对法郎植虎 我们看一下上面的很漂亮 在古代的时候汉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 所以呢 这两件植虎在乾隆时期的档案里面被称为天员地方金 胎西洋 卡斯法郎 为什么有这个东西 就是他们在 国会上面呢 会宴请一些宾客 主人呢 会先递烟 然后再递 卤茶 那这个里面装的就是卤茶 然后会 邀请一些皇宫贵族啊 来饮用 还有呢 比如说蒙古的王宫 高森或者是一些外帆贡族来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壶 里面装有热热的奶茶 然后呢 来 招待接待这些贵宾 不过我觉得拿得动的人很厉害 因为这个壶就很重 里面还要再装有奶茶 真的很强 这个是碗 很漂亮的碗 精致 我觉得古代人很有情趣 他们的 珠台怎么那么漂亮啊 我的天哪 你看 真的很美吧 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 焚香供服的一个器具 这种东西 古董嘛 但是在 我在成品店其实有看过 他有一间店 他有一间店他也是有卖一些这种器皿 非常的精致很美丽 他供服也觉得非常的有那个 感觉 这是 墨海 墨海 磨磨的吗 天哪 这是宴台 乾隆的宴台 乾隆的宴台 哇好大呀 哇这是笔镇 不愧是皇帝用的 这个是镜子 但我没看到一些 可能要打开来 就会看到镜子 哇 这是一个 粉香炉吧 对 薰香用的粉香炉 对啊 其实我一直在找这种 上面他可以把那个香炉 小香炉压平的那个 压香 压那个 粉粉的 这个叫什么 我也不晓得 这个也介绍一下 我们刚刚研究了很久 这个呢 他就是长着一半的花瓶 就是一半 那 我老公问我 他为什么要切一半 他不是切一半 他就是挂在墙壁上的花瓶 就是贴着墙壁挂的 所以 当时的他们设计就是想说挂在墙壁上嘛 所以画瓶就是 有一半就是瓶的 蛮有创意的 你看他们的这个画作 这个皮身 标得非常的美 看这个皮身 宋潮在這個瓷器的製作上已經有一定的一個水準 看起來任何茶感覺很讚 這個是明朝的 他又比較精緻一點 如果你看他那個杯口 如果他不是打磨的話 他這樣子要捏出這樣的形狀不簡單 手工的話 越南的明朝宣德年間的 我的天啊你看 他上面還有蓮花耶 還有雕刻耶 厲害 哇 這個是這個 那我 杯口要捏得像蓮花一樣 這實在是不好捏 這個好漂亮喔這個藍色 這是什麼 耳蓋盒 這是類似一個珠寶盒 真美 為什麼拍這個我覺得 他這個PPT檔做得很漂亮耶 蠻棒的 拍一下 就是他把這種台灣的地形啊 不管在經濟在交通上的一個 各個年年代的姿勢跟發展 他都把它製下來了 本不住還是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景觀實在太美了 尤其是這一片雲 這次的南故宮之行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的朋友們 歡迎您持續訂閱按讚加分享 好 下次見 掰掰